大家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学习一款松针花样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锁边起针 左手持线 接着将勾针 放在线的下方 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开始锁针 勾针绕线 将线勾出 这样呢,就是一个锁针 一共变织38个锁针 锁针数是9的倍数加2针 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 调整锁针的长度 锁针的链条变好之后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个锁针 然后在锁针的背面 调凸起的这根线 这里呢,称为离山 我们在这里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后面呢,我们就在每一个锁针上 调离山的一根线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编织37个短针 一共编织一个短针 完成之后,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针 调转方向 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锁四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八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松针花样 编织一个松针花样 勾针绕线 穿过针木 将线勾出 接着后面继续重复 一共编织一共编织8次线 一次性穿过针针 一次性穿过针针上的这些线圈 最后针针上剩两根线 接着绕线 将线一次性勾出 这样呢,完成一个松针花样 接着锁四针 在下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锁四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八个短针上 各勾一次线 接着针针绕线 一次性将线勾出 最后针针上剩两根线 接着绕线 将线一次性勾出 这样呢,完成第二组松针花样 接着后面呢,继续重复编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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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